問題啊就是將來你要怎麼啟動它呢 那總不可能說 將來你要啟動它的時候 一定要到Visual Basic裡面 然後這邊有個執行嗎 OK 他會把它執行起來 可是問題來了 那下一次如果你要你要你要輸入的時候呢 你總不可能叫使用者也在這裡面去 在VBA裡面去把它執行吧 不合理嘛 所以怎麼辦呢 你需要至少啦 要不就是你在旁邊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按鈕 就是在哪邊產生一個按鈕 在旁邊這邊產生一個按鈕 按下它之後的話 可以跳出一個什麼 比如說就是在這邊有個按鈕就啟動表單好了 按下它 它就會把剛剛那個表單給叫出來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 把那個表單叫出來 我剛剛有講過 那個表單的名稱 叫做叫什麼 這個叫Home嘛對不對 那你要把它叫出來 它有個方法叫Show 所以呢 Home.Show就可以去把它叫出來 那程式如何撰寫啊 第一個你可以在下面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叫什麼 比如說啟動表單好了 那啟動表單裡面的話呢 你直接寫一行程式就可以 打一個Home 有沒有你就插入一個程序名稱叫啟動表單 Home. 你就打一個Show 打一個S H 這個時候就出來了 Home.Show 它就Show出來了 那另外當然如果 你如果要把這個 把表單給關閉的話 它有一個Home.High High的就是把它隱藏起來 那Show OK 如果說我要啟動它 那當然你可以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做完之後的話 將來呢 在外面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表單 增加一個表單的那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的名稱叫啟動表單好了 我們就把這個表單給啟動 然後 複製一下 在這個地方的話 把這個貼上 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啟動表單 那如果你要把它呼叫起來 就非常簡單 按下它 表單就叫出來了 那關閉的話 這邊有個XX 直接關閉就可以了 OK 這樣的話其實就 還蠻方便 就把它打開了 那另外 順便講一下 就有同學問到 可能需要就是說 他有的時候希望說 使用者不 不只是說 按下它可以啟動 他是希望說 當這個表單啟動的時候 就順便 當這個也是有啟動的時候 就順便把表單給啟動 也就是說 不需要 使用者按按鈕 直接就會跳出來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該把程式寫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就是 有一個事件 在Visual Basic裡面 那這個事件是針對這個工作部 所謂工作部就是指的是 Excel檔案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物件嘛 叫 This 就是現在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Excel檔 叫做Workbook 那如果當這個Workbook 你把它點兩下 這個哦 記得點兩下 那上面有一班 會有一個叫Workbook 工作部 被怎麼樣呢 被open 那也就是說哦 這個就一個事件 事件應該知道意思吧 類似就是 他被觸發 什麼時候觸發呢 當工作部打開的時候 那要做什麼 那要做什麼 你就怎麼樣 乾脆你就直接打一個 home點秀就好了 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表單 給秀出來 OK 來秀 OK 那他如果 也就是你現在把 Excel關閉 再重新打開的時候 其實哦 你會發現 表單就直接打開了 他就不需要說 你按按鈕 的時候呢 才會把那個表單叫 他是只要你打開 他就會 直接就跳出來了 那這樣就方便許多了 不過呢 特別注意哦 因為當你表單打開的時候 可能你的工作表 不見得一定是在綜合練習這個 那因為我們剛剛 程式輸入的時候 通通都是以這個 工作表當程式 就是你游標已經放那裡了 所以如果將來 你在啟動的時候 還要記得一件事 如果你要讓他直接輸入 就是這個工作表的話 最好哦 你還要在這邊 再補一行 會比較保險 哪一行呢 就是 哪一個 SHITS 好 比如說 我希望把那個 工作表 切到哪一 就是 游標切到哪一個工作表 那個工作表 名稱的話呢 他叫做綜合練習 你就把那個名稱打上去 OK 後面加一個方法 叫點 什麼 選取 SELECT 好 OK 那這個時候他除了說 會把表單啟動之外 也會把什麼呢 你的 有沒有要放這邊 因為如果你沒有放這邊的話 他在將來輸入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新增的時候 這個Sale 前面全部都沒有加上 哪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說你切到別的工作表 他會新增到別的工作表去了 甚至產生錯誤 OK 所以特別注意哦 那要不然的話 就是說 你不要Sale過去 你要在這個前面 再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名稱 就是說呢 你要在 這邊 這個 就是 變得會比較麻煩一些些啦 就變成說 你將來 如果你擔心有錯的話 你恐怕還要怎麼樣 還要在每一個 這個前面有沒有 Range前面 再加一個 他的工作表名稱 變成這樣子啦 應該懂這意思吧 如果你要保險的旗艦的話 因為你如果很多工作表的話 變成說你每一個什麼 每一個Range 都要告訴他說 是在哪一個工作表 因為如果你沒有交代這件事情的話 可能會因為這樣而造成錯誤 因為他搞不清楚說 到底你是哪一個工作表 那當然將來 就是慢慢你們要 因為我們入門的階段 主要還是以單一個或兩個啦 不是很複雜的工作表 當成是我們上課的內容啦 所以我比較少講到 有關那個 序齒工作表 但是不是代表它不存在 尤其像將來 可能同學會因為錯誤就錯在這裡 因為切換那個 工作表的問題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最好 要不就是你在剛啟動的時候 順便把游標 放在這個工作表 或者是說呢 你乾脆直接在每一個Range的前面 再告訴他說 你是隸屬於哪一個工作表 哪一個Sale 前面加上哪一個工作表 這樣就保險了 就保證不會錯啦 可是問題就是程式 看起來會越來越冗長 看起來當然會覺得 不是那麼的舒服 要不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這麼多 看起來不OK的話 要不然覺得 我的習慣這樣 寫這麼多 不如就寫一行就好了 寫哪一行呢 乾脆把這一行 Ctrl C 然後搬到哪裡 搬到剛剛的這個 的上面就可以了 這邊有沒有 如果你要保險一點 這樣就好了 就是 先Sulate它 後面的絕對都是 在那個工作表裡面 這樣比較簡單 幫你每個都寫 寫太多個 倒不如在前面寫一行 這樣感覺簡單一些些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是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 如何啟動表單 第二個是說 啟動表單之後 可能會衍生的問題 你的工作表 是在哪一個工作表 如果說你要確定 哪一個工作表的話 請務必加一行這個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錯誤的機率就應該 又更低了 大概的問題都解決的話 我覺得你的工作應該會 非常的愉快 效率又提高了 時間又變多了 然後 反正事情就可以 很充容的做 那時間到了之後呢 就可以把東西交出去了 這感覺還蠻好的 尤其是在這個大數據的年代 說真的 還不會這些方法 我覺得還是替那些 不會這些方法的人 感到憂心 因為資料量 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來越少 我發現可能 這個年代 一天裡面產生的資訊 恐怕是我們前幾代的人 可能一整年 所產生資訊 因為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那時候小時候 好像真的電視只有三台 反正哪一台都好看嗎 可是現在這麼多台 感覺哪一台都不好看 這很奇怪 選擇變多 反而好像覺得 因為可能多了之後 不知道選哪一個比較好 那每天的資訊爆炸量 而且你現在還擔心說 你接收的資訊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真的假新聞好多 每天都有報什麼 這個怎樣 原來是假的 怎麼哪個明星 突然掛掉了 後來發現 奇怪隔幾天看到他在電視上 好好的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就要學用會方法 所以我們這部分的話 就提供給各位 一個可能比較好的選項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第一個 這邊增加一個啟動錶單 第二個 如果說你今天 如果不希望 按按鈕的話 直接啟動是這個 在這邊加一個 這兩行 就OK了 試試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